大家好 现在很多网友都在帮忙 这个陈文玉也讲说呢 他现在的直播呢 是在我们中天有一个小直播嘛 标题是等到奇迹啦 珍爱藻礁联署打法定的标准了 所以说呢 在这边很多人热心的帮忙贴也 欢迎双开持续来关注 那目前抢救大坛藻礁共同联署 在228连续假期冲刺 其实呢我们昨天就有新闻团队 来直击台北捷运中山镇 有很多的年轻人站出来 替海洋也替藻礁环境保育来发声 一起来听 我在学校 有很多学生就会主动的 跟我拿非常的多份 去让他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参与 我想大学生 他们已经年满18岁 他们对他们的未来 有一定的期许 他们绝对不会希望 他们的生态环境 被我们这一代人破坏 藻礁它已经存在7000年了 我们有必要保存给我们的下一代 那我想大学生 当他们了解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非常的热心 而且主动的来帮忙 因为他现在 他是一个联署 为了让这个公投成立嘛 他并不是说你现在联署了 他就会开发或是不开发 我是觉得 因为既然这个资讯 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样进行 他开发程度是多少 他的深度是多少 他对早教的影响 到底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会希望说 大家就一起让这个联署的人数通过 然后让这个公投成立之后 更多的大众 因为每个人只要满18岁 他就是可以进行这个公投 那这个资讯 能够更多被公开讨论 能够更透明 这样大家可以真的去判断 到底要不要进行这样的开发 其实大家都会了解 因为像小柳熊本身 也将面临珊瑚白话的问题 所以像很多艺人联署 像梁云飞 他有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发表言论 我就觉得他讲得很好 因为他不是并非就像网友 实际在留言底下绷击他 因为我有追踪他 他本身也有在参加一些海洋活动 他自己也会自由潜水那些的 所以海洋本来就是要靠大家去保护他 是不应该的 因为我们这是人造的东西 然后藻礁需要生成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他对我们的生态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不应该说为了自己说 那我们应该开发自然的气体 然后反而破坏我们的生态 因为这样生态的话会影响到鱼啦 鱼然后之后再影响到其他的生物 我觉得是这样很不应该的 那你周遭有朋友 大家也在讨论这个议题吗 我朋友都是学生物这方面的 所以大家对这个议题其实很注意 然后也认为说 维护环境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不应该因为人为的自私的什么理由 然后去破坏这些生态 这个藻礁不是本身就是在陶仁寺吗 然后刚好我也是在陶仁寺那边念书 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感觉就是帮忙 就是签一下这个 虽然不知道就是真的会不会有什么帮助 但是就是如果今天就是对于未来的话 如果我可以就是尽一份心力的话 然后也是很好的 本来就知道这议题然后刚好路过 看到就想说可以来欠一下 觉得他们可能是没有详细的了解 就是整个生态的情况 所以才有办法收拾那种 就是比较不理智的言论这样子 在生态上来说不管是 我觉得其实这对全民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毕竟我们生长在这个土地上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人 比较不会关心到这一块 所以其实像今天我们出来逛街 看到这个其实还蛮感动的 现阶段来说或许你有很多要执行 但是忽略掉它背后 其实还有很多会损失的成本 就是觉得我现在得到什么 就可以赶快去做 刚刚看到的藻礁呢 如果真的破坏了海洋生态 最后会影响的不是还是我们人类自己吗 那么蔡政府搞破坏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接下来带各位来看到 是陆上封电大举入侵了云林的农村 总统参议文之前 到云林参访重生要推动绿能的决心 也倾听居民的看法 讽刺的是 当地反风车自救会 要向总统全情 却被阻隔在三公里之外 自救会就呼吁了 小英总统应该要听听人民的声音 不能一再牺牲农村 连农民最后的居住权 都要被消不殆尽 云林靠海所以你看这个风起子很大 而云林要成为全台第一个路上风场 居民怎么说 好不容易盼道的小英总统来到云林 也就是这个海口生活馆 小英总统他也对绿能发展他的看法 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可是小英总统 居民想要向您澄清 结果却被阻隔在三公里外 不要说人看不到 连您的车队都见不到 又要如何让您听到人民真实的声音 我爸 走 他最后是老人痴呆 但是他在最后的日子 他念念不忘还是要 回来博起来这个地方 我想到我父亲我是很难过 他真的如果现在还在这里 他就算老人痴呆了 他也就会走出来站在第一线 所以乡村们 你们还可以忍得住吗 我们不知道他们隐藏这些 将来要种的这些风力 就在我们家的门口 我是受不了的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很期盼能把我们的信 送到小英的身份 让总统了解 引令沿海偏乡 风机的设置位置 已经进入到离海岸线近20公里 大型风机预定设定在这块土地里面 对对对 麻烦小英总统下来看看我们 持续耕种的东西 他持续耕种 我们这里要做什么都可以 总统来云林说了 这个不利耕种的农田 如果拿来发展绿能 其实创造双赢 不过这边我要跟蔡总统报告的是 这块玉米田 这个是一个其中风机的预定地 它其实不但常年有在耕种 而且你看这周边 距离住家其实也都不远 所以总统 这样的地方 射风机您觉得适合吗 我们这边是红桃水月 生存已经很艰辛了 然后六清建了下去 影响到我们的空市品质 现在又把巨型风机 要塑造我们村庄 那我们是一定坚决反对到底 云林人有需要在背负 这种不公不义的政策吗 我们到底要背负多少 不公平的责任 报告蔡总统 你一定吃过云林的蒜头 全台有名 而现在这一片就是种蒜头 这个田以后也要盖风机 所以他们绝对不是荒田 也希望透过我们的采访 能够让蔡总统听到 在地农民他们的心声 你放进去 你才能再起来 我才能够要 你够看去乌林 负也不够要 它也没关系 让我们背负 大家做个努力 做什么意思 对吗 对吗 你也要让他知道 背负的生存力 我们就很可怜 我们拜托李负 李负也不负负 拜托李负 李负也不负负 他也说没办法 拜托乡丘乡丘乡丘 他也说没办法 我们不是反对风力发电 我们是要反对不当的设置 总统你不是跟我们说 你若没听到 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买到回家了 不然你总统会开一批门 我来回家了 你干杯 我也没这样 蔡总统来云林 说政府会照顾农民 务农也可以变成很好的工作 但是总统您知道吗 农村成了封场 封击成了邻居 农民天天听封击噪音 云林农民正在面临生存保卫战